他想创业 却身无分文 只能挪用父亲给他攒的2000元结婚钱 只用了短短三年 他就用2000元钱变出了百万财富 这是猪骨 鸡骨 牛骨 以前这些骨头不值钱 有些还被别人像废品一样扔掉 可他却说这些废骨头都是宝贝 能创造令人惊讶的财富 当时行业都耻笑我 我这不懂 这啥的 那就是二货 后14年 骨头里淘金 只用一招迅速打开全国市场 到2017年 企业年销售额达到1.2亿元 看鱼链富如何便费为宝 骨头堆 淘出亿万财富 欢迎收看制服经 画面里这是一堆踢过肉的骨头 如果我问您 这样的骨头还能有啥用 您可能会说 最多也就煮个汤 或者喂喂宠物吧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鱼帘富 他却把这些骨头变成了一种 您可能想不到的东西 现在他一天能收40多吨这样的骨头 一年的销售额达到了1.2亿元 他到底要把这些骨头变成什么呢 这一天 记者来到鱼连富的公司采访 他迫不及待地带着记者来到他的冷库里 这里存放的都是骨头 他说他的亿万财富就源自这些骨头 一根骨头 这如果说百姓家里用 熬的烫它就冷了 厨房 熬的烫它也就冷了 我们会把它变成宝贝 在过去 这些骨头很不值钱 很多肉制品加工企业都把骨头当作废品一样扔掉 可鱼连富却在这些骨头里逃出了金 创造了令人惊讶的财富 大量的分割肉出现 骨头的这种量 生产量非常非常大 很多东西来讲就真的遭遇这个废品 被它处理掉了 或者说不能充分利用它 那很大程度它就是一种垃圾 现在鱼连富一年要收一万五千多吨骨头 平均到每一天它都要收四十多吨 行 我那边辣吧 它用这么多骨头做什么呢 临近年底很多客户来到它的公司考察 这一天看着人多热闹 鱼连富决定请大家吃一道菜 他说这道菜很特别 在大冬天里吃了就让人忘不了 小二 上菜 这道菜叫酱大骨 是东北的一道名菜 鱼连富请大家吃的就是它 但鱼连富向记者强调 他收购的骨头可不是用来做酱大骨的 鱼连富到底把骨头变成了什么呢 酱大骨刚端上桌 鱼连富就和客户做起了小游戏 来 自己来吧 自己动手 风一如十 一个是肯啊 今天看谁肯定干净啊 比 比吗 对 比快啊 比谁肯定快 然后比谁肯定干净 然后谁获得第一会有大奖的 我们现在开始了吗 开始 大家肯的 那叫一个认真 甚至有人连骨头中的骨髓 都吸出来吃了 鱼连富收骨头不做酱大骨 也不开餐厅卖菜 却把骨头变成了很多人想不到的东西 他说 起初很多人对他的做法也很质疑 骨头的供用法呢 他很质疑 啊 狮子呢 我们不是拿这个骨头直接去那个降骨瓣 也不是拿它去说给活骨店直接去这个熬糖 也不是说像普通的这个一般的企业 当时拿它去加工程撕掉或者说去那个喂狗喂猫 这个我能把这个骨头啊做成上百种产品 啊 那么究竟是什么产品呢 预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 靠着这些骨头 鱼连富2017年的销售额达到1.2亿元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把骨头吃光榨尽 甚至连渣都不剩 他到底用这些骨头做了什么呢 这还要从他告诉父母自己不娶媳妇说起 这位是鱼连富的父亲于文海 今年有70多 那件事儿虽然已经过去了27年 但对于连富曾经说过的话 他仍记忆犹新 27年前 他说不用还不行吗 我说这玩意吧 你说你不用到这儿啊 你去鱼连我一分钱不给你拿 你干不好赔了 你去鱼连都没有钱了 我说你去鱼连没有钱我就不取了 我说我干赔了我就不取了 父亲在担心 可鱼连富决心已下 最终父亲还是答应把2000元借给他 谁也没想到他就是用这2000元开始创业 后来打造出一个年入一个亿的产业 鱼连富拿着2000元在当地市场上摆摊卖菜 卖茶叶蛋 半年后他发现了一个新商机 这是爬机 20世纪90年代初 在当地很畅销 鱼连富看到的新商机 就是制作这种爬机 做那个爬机啊 它是一门技术 家里再有不如一记在手 你如果说还没有 就没有的话有一记在手 走遍天下不愁 那年初就有那句话 所以就想学点东西 多大叔叔了今天 这一天鱼连富带着记者 来到了府顺市新安村 看到鱼连富回来 很多人都热情地围上来 跟他打招呼 哎呀 我全个邻居嘛 那处理相当好了 今天年纪要上 给我拿堆 处理得多好了 1993年 鱼连富学会了做爬机后 就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熟食加工厂 这边呢主要是做那个爬机啊 做熟食啊 那里有姜果 现在果还有吗 姜果是在这个房间 果可能还有呢 姜果在这个房间 对 做吗 那里的果还有呢 这就是那个老赵 当时这个屋就是主要的车间 这个多少年了 有二十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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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创业的时候就靠这个机后过嘛 这二十多年没回来了 再回到这里的时候 就是当年创业还是 比较这个辛苦的 比较坚信的 当年鱼连富做爬机 带动当地大半个乡的人 养鸡致富 后来他又加工酱肘子 酱猪蹄等熟食 由于他的熟食味道好品种多 而且设计了便携包装 所以远销各地 这让余连富只用三年时间 就把父亲借给他的两千元 换来了近千万元的年销售额 可是有一天 人们发现余连富到处去拉 别人不愿意要的骨头 直到现在他仍然在很多公司 拉骨头回来 走 这里拉的是猪骨 它还有鸡骨牛骨 余连富告诉记者 这些骨头只要经过他的手 价格就能翻很多倍 这一公斤骨头 现在市场价格应该在五六块钱 从我们综合加工提取之后 应该说它能创造 25到30之间的 左右的这个市场价值 他到底把骨头变成了什么 一年就能收获1.2亿元的财富 1996年余连富发现 他在加工熟食的时候 会扔掉很多骨头 熟食的销量越大 扔掉的骨头就越多 他觉得很可惜 于连富考察了很多地方 发现没有人能做他想的那件事 这让他断定他要做的那件事 未来肯定有市场 可这一切 对于当时的余连富来说 都是空想 余连富没技术 没设备 没人才 甚至没有可以学习的书籍 他只能拜访一些 边缘产业的专家来研究 采访的时候 余连富带着记者 参观了他的生产线 这楼梯有点滑慢一点 他说这个地方很重要 一般人不能随意出入 你看看这罐里头 可以 注意点 这里面全是骨头 特殊的骨头 就到这里头了 直接滚到这个里面来的 从隧道上来自动上料 放完之后 这罐一拧 加上水 就开始煮了 第一面水要扔掉的 家里那个焯水似的 家里锅不小吗 你看我们的锅有多大 跳进去 百二十个人没问题 那这里大概是能 存放多少斤的骨头 六对 像这样的大罐子 余连富有六个 骨头经过破碎后 通过传送带 直接运送到这样的大罐子里 经过高温清洗 和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后 产品就会直接生产出来 历经四年时间 余连富拜访了四十多位专家 前后更换了七套实验设备 用了两百多吨 果头做试验 终于研发出了一个这样的产品 这个呢就是叫骨头经兆 你看不过这个味道好 而且这个颜色也非常好 你看颜色非常黄 它像不像黄金的颜色 这就是金液体 那么所以它那个 富于食品的味道 也属实 凡是用过的都非常好 比如说像我 或者说消费者 它买回去的话 怎么用这个东西 这次产品呢就是 我们现在也没太对这个家庭开放 它主要还是大型的这个肉罐制品 做香肠做火腿做罐头的 就能够把这个肉味啊 体现得更充分 或者闻着清香 这个吃着醇厚 这叫骨髓浸膏 是新鲜的触禽骨为原料 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 精烈浓缩而成的 一种天然骨味调味料 在做香肠 火腿 卤肉等肉制品时 加入骨髓浸膏 可以充分保留骨头中的 天然成分和香气 骨头做原料 按照味料同源 这个理念 制造出的热味香脂也好 调味品也好 大家的享受这个美味的同时 更合乎了大家的健康 这两个是同意的 鱼联傅原本以为 这样的产品生产出来 肯定会卖得很好 他没想到更棘手的问题 还在后面 当时很多人压根就没听说过 骨髓浸膏这个名字 更没有人使用过 即使鱼联傅免费送去试用 客户都不愿意尝试 甚至有的人说行业里出了一个傻子 去开那个幼类行业大会 让我打了一块广告牌 打造中国绿色食品配料品牌 当时行业都耻笑我 我这不懂就啥的 就是二货 经销商不理解 鱼联傅却认为 只要趋势是对的 就要坚定的走下去 他关闭了经营多年的熟食加工厂 用了一招 在三年时间内 就从北到南 在全国联系到了上百个直接大客户 迅速打开全国市场 我们是从这种方法 既不用客户这个省了钱 又不用客户赚了钱 鱼联傅想到了一个 既帮别人省钱 还帮别人赚钱的方法 可鱼联傅自己还没有用新产品赚到钱 他又怎么帮别人赚钱呢 这一天 鱼联傅让公司的一位员工 用抽刀白肉做一道菜 可是这肉没有冻好 抽刀白肉切的不够薄 员工有些着急 他切薄的也就铺着报纸上 能看报纸 只能看到报纸对面的字 还能读出来 这位员工刀工很好 在鱼联傅的公司 有很多像这样身怀厨艺绝技的人 他们进鱼联傅公司前 都是有名的厨师 从2001年开始 鱼联傅高薪聘请了很多食品行业有名的人 当时肉制品加工企业 开发不同味道的香肠 火腿 罐头等新产品都需要付费 而鱼联傅则让他的员工免费为这些企业开发 就等于帮肉制品加工企业 节省了钱 比方看市场上哪一种产品比较好 他认为来讲就是这个产品比较好 企业自己又没有能力开发 在社会上又找这种能开发的人 一般情况下 三十五万块钱嘛 就这样子 想他拿三五万去开发个产品 然后前途为补 然后他不开发就等死 开发呢找死 如果我们这个企业不是一个作为卖原料的 而是作为给行业服务的 免费服务的 那大伙就欢迎了 别人收费 鱼联傅去免费 那他怎么赚钱呢 我们用这个技术服务 帮客户设计配方 像中益开药方式的 把我们的骨髓精膏 和把我们的胶原蛋白 设计到配方上去 原来鱼联傅让他的员工 把他的骨味调味料 加入到新产品当中 这些企业生产新产品 就会购买他的调味料 这种方法让他三年时间 就和上百家直接大客户 建立了合作关系 除了骨髓精膏 鱼联傅还研发出了 浓缩骨汤 骨油 骨粉 骨味素等 九百多种产品 浓缩骨汤用来煮面 和做火锅汤底 骨粉用在面食中 可以提高面粉的韧劲 骨味素用于炒菜 到2009年时 他的销售额达到了六千多万元 可突然有段时间 鱼联傅开始紧张起来 那种紧张感让他觉得焦虑 2010年时 鱼联傅发现 在国内已经有些企业 开始生产同类产品 甚至一些肉制品加工企业 也开始自己生产 骨味调味料 别人都在争相生产同类产品 可鱼联傅却决定 把他的九百多种产品 砍到两百多种 这让有些人觉得很不理解 正合我意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他砍是对的 所以说我认为 就是鱼联傅这个大胆的做法 反而让他的年销售额 从六千多万元增长到了上亿元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采访的时候 鱼联傅说 他要去拜访一位很重要的人 谈一件很重要的事 记者也一同前往 他叫李春祥 是中国烹饪协会的副会长 因为这件很重要的事 鱼联傅已经拜访了他两次 刚见面没多久 李春祥就和鱼联傅 沟通起了合作细节 我们传统的啊 这个叫三鲜火锅 是吧 也算我们的这个东北的这个 传统的菜啊 将酸菜 虾仁 牡蛎 虾皮 血肠等食材放入火锅中 再经过炭火加热 一个色香味俱全的三鲜火锅 就做好了 这道菜看似简单方便 可制作起来却十分讲究 主菜 底汤 配料等各个环节 如果掌控不好 味道就会变 我看您今天也是带着厨师过来的 对 为什么要带个厨师过来 他看完之后他回忆就会转化 你看这一大堆 这么多盒子 究竟用多少几克 估计很多厨师和很多大师也不知道 那我们呢就是 给这个标准化呢 就是你看大师做的过两种 我们就躲回四线乘两 和四后乘两 余莲副找李春祥 就是为了请他做出像三鲜火锅这样 口味正宗地道的特色菜 然后再把这些菜 所使用的配料记录下来 做成以骨汤为基础的复合调味包 消费者只需要把这种复合调味包 直接加入到食材当中 就能轻松制作出原汁原味的特色菜 现在余莲副已经在全国各地寻找了近50位烹饪大师和民间厨师 把他们的地方特色菜都制作成了复合调味包 余莲副砍掉700多种产品 就是为这种复合调味包腾出足够的生产空间 余莲副说 复合调味包可以让它帮助更多企业 从一家发展到上百家 它要怎么做呢 记者到余莲副公司采访期间 遇到了这样的场景 我们这个工程师 已经把你所有用的东西 已经开始称量了 这个一会你就根据你正常的炒菜的 这个习惯去去用 用完之后 我们再把你所有剩的再称量一下 称量完之后 两个一减就是你用的量 这你做三次我们基本就能给你实现表选化 好 谢谢 谢谢 感谢 好吗 这位客户有一家餐厅 他想多开几家分店 但是厨师的水平不一 炒菜的味道就不能统一 他特意来找余莲副 生产主打菜品的复合调味包 厨师们只要拿着复合调味包 就能做出口味一模一样的菜 采访的时候 这位客户还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 他先请余莲副尝了一道菜 要尝尝嘛 是在福顺 应该福顺买的 对 就在我们顺床那边有个街边店 福顺麻辣办可是乌瓜爸门 这有白亚证明之处 是的 买一下都有自己的特点 他这个风味做的还算可以 还算不错呢 这道菜叫麻辣办 起源于福顺 也是福顺的一道特色菜 是在麻辣烫的基础上形成的 客户想让余莲副做出相同口味的 麻辣办复合调味包 余莲副让员工到客户店里 免费教厨师如何使用调料 才能做出好吃的菜 此外 他还会为客户提供一系列免费的服务 他说留住客户的心生意 才能做的长久 我们不是单独的给你提供这个 汤料和调味品 凡是到我们来的客户 而是说从经营的逻辑 未来顶上设计逻辑 包括资本之路的这种设计 我们都会给他建议和规划 他也不看眼前的利益 他也是看非常长久的利益 如果要是有些话说 挣今天的钱 挣明天的钱 还挣几年以后的钱 余莲副和他的团队 将一根根骨头 加工成了各种调味料 网泛用于肉制品加工 火锅汤底 方便面调味料等各个方面 他对骨头的需求 也在逐年增加 2017年 共收购15000多吨骨头 销售额达1.2亿元 采访中余莲副常说这样一句话 家里在有 不如一记在手 刚创业时他去学做爬鸡 后来又在骨头堆里前行研究 耗时4年做出了调味料 创业要有长远的眼光 和整体的规划 更要有安下心来 扎扎实实去钻研的尽头 否则梦想就只能是一个空想 各位观众朋友 在收看农业节目的同时 不要忘记拿起手机 参与摇摇摇互动 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摇摇摇TV 获取惊喜福利 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 央视网浏览查询 您还可以直接扫描 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致富金官方微信 获取更多致富信息 广告之后 一起来看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有一种东西看起来像土割的 却价比黄金 母猪为它的味道神魂颠倒 管不住嘴 猎狗为它的味道兴奋不已 停不下脚 因为这种味道 它赚得金波满盆 也是这种味道 让它赔得倾家荡产 离家出走 看云南永盛的蜂拥野 如何在大山深处 靠着贵笔黄金的黑钻石 实现财富逆袭 一年销售额2000万元